第四大運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到國訓中心 為代表臺灣參與四大運的選手授起 今年的四大運即將在 8 月 19 日開幕 這場體育盛會 預計會有超過 140 個國家 1 萬名以上的選手來到臺灣 這是臺灣歷史上舉辦過最盛大的體育賽事 這次 我們的臺灣代表隊 一共有 371 位選手 參與全部的 22 項競賽 總代表團人數更超過 500 人 這也是從 1987 年 我國參與四大運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 選手很努力 政府也會加油 給予選手跟教練更多實質的支持 是我們責無貪貸的責任 為了改善選手跟教練的住宿環境和空間 第二期的國訓中心整驗已經啟動 不僅如此 我們也要跟上時代 將運動科學 醫療的專屬空間建立起來 讓國訓中心成為世界級的競技體育訓練中心 除此之外 我知道有很多選手很教練 還有廣大關心體育運動的民眾 最在意的就是體育改革的進度 現在 國民體育法已經在立法院通過出審 也預計在 8 月的臨時會中做進一步的處理 國民體育法是踏出體育改革關鍵的一步法案 特別是在各項協會改革的部分 我們強調組織開放化 財務透明化 營運專業化 業務考核 客觀化 這都是我們要逐步落實的目標 我們要由國民體育法的改革 帶來體育界的新氣象 讓大家看到政府對體育的重視 世大運在臺灣舉辦 我們就是主場 我要請全體的代表團全力以赴 持續保持最好的狀態 用百分之百的實力捍衛主場 把獎牌留在主場 把榮耀留在臺灣 今天來授齊 就是要祝代表團期待得勝 大家加油 臺灣加油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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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